我現在沒有辦法保護他們 我沒有辦法去控制他們的食材 如果連這些都做不到的話 你給我再多的誘餌 今天有什麼用呢 我應該是今天 所有專家學者裡面 唯一不是專家 但是我一直非常的 就是覺得很矛盾跟好奇 這裡這麼多聚集這麼多精英 我們的政府也那麼多的人才 在不斷的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可是其實在科學面前 我們所知的東西其實是有限的 很多事情其實現在看來就是只要用 講白一點 只要用大一大二的統計學的推論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其實現在的文獻在抽樣上面 在推估上面都有很大的問題 所有的實驗都是在於成人或者是在更久的文獻 沒有人針對 嬰幼兒或者是孕婦或是一些高風險的族群上面 去做比較深刻的研究 這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也不需要太多的 太多的 專業知識 從一個外行人的角度看起來 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荒謬 我是一個媽媽 我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媽媽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研究小孩子應該要吃什麼 孩童其實從四個月開始就接觸副食品 那我們很多的網路的資料 很多的小兒科醫生 他們都建議 孩童如果有過敏 或者是皮膚的問題 甚至於智力的發展 這一些 在食材的選用上面 建議 使用自然 無毒 甚至於有機的食材 這是一個在媽媽界 大家都公認的 Common Sense 可是我們的政府告訴我們 我現在 零到二歲 我沒有辦法保護他們 我沒有辦法去控制他們的食材 那 唯一給我們的回復只有 這些東西沒有 癌症 致癌的可能 沒有癌症 致癌的可能 不代表沒有其他智力發展 或是神經毒素 或者是過敏的可能啊 我覺得 不能 我們不能 眼睛蒙著 就說 就只看到我們想要看到的結果 那我當然也知道現在政府很用心 他們有 他們有設計標章 可是 這個標章背後的積合制度呢 多少人力 在這個標章上去查核 那要怎麼樣抽樣 那你們預定要編列多少 預算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這些 背後 全部都沒有啊 那你做一個豬的標章 你是要 做什麼呢 有什麼效果呢 你們覺得在 零到二歲的 托育場合裡面 托育的私人場域裡面 我們沒有辦法去 積合保姆 那小吃攤 他在家裡煮滷肉飯 你可以積合到他們嗎 法律 他除了要考慮到 科學證據以外 他也要考慮到文化和生活習慣 現在在台灣 很明顯的 他的外食比例 他就是偏高 而且我們的 公食 在遠見 雜誌的調查之下 他是排名 世界第四名 我 我試問現在現場的 就是各個委員 你們在家裡 有天天煮飯嗎 餐餐煮飯嗎 你們三餐都自己料理嗎 如果 你們都做不到 那 對於一個 對於一個媽媽來講的話 他怎麼樣去疲於奔命 然後去分辨 什麼食物才是 安全的呢 而健康的 食物 水 空氣 他不是就是 其實是 最基本 最基本 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嗎 如果連這些都做不到的話 你給我再多的誘餌津貼 有什麼用呢 我每天 一大堆的煩惱 無法做決定 很多的擔心 那誰敢再生小孩呢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 媽媽代表 王女士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的 深刻 也反映 基層 民眾 普遍的心聲 我想 在座 包括 官員在內 包括我們 陳時中部長 我們都有孩子 未來你也會做阿公 官員也有會做阿嬤 你會願意 讓你的孫子女 承受這樣的風險嗎 不可能嗎 你不會讓你的孩子 你的孫子女 未來進到小學 營養午餐 吃到蘭赫多巴胺的豬肉 同樣的道理 當他們還是嬰幼兒的時候 不管是送去居家托育 給保姆 或者是托嬰中心 我們都不願意讓他吃到 含有萊劑的肉品 即便是在安全容許量之內 為什麼 因為孩子 嬰幼兒 他也沒辦法表達 保姆給他吃什麼 他只能接受 他跟我們一般成人不一樣 我們可以選擇 但孩子不同 特別是嬰幼兒 今天保姆 是你們衛福部可以立案 他們是登陸在案 你們可以規範 結果上星期我在這邊質詢 既然兩手一攤跟我講 我們無法管 所以說 不要在這邊打高空 我不是在這邊打高空 我是很實際的告訴你們 台灣民眾就是面對這樣的問題 有多少的疑慮 像這位媽媽一樣 你們也會碰到 為什麼今天公聽會 這麼關鍵 在立法院召開 因為歷史會留紀錄 如果你們沒有辦法 為萊克多巴胺辯護 就不要出來講 留下紀錄 你們的孫子 子子孫孫都會看到 今天是誰 開放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來 不要再重蹈以西齒芬的覆轍 不要三十幾年之後 再來後悔 已經告訴你 就是 伊倫庫這個公司 在生產以西齒芬 現在在生產 萊克多巴胺 為什麼 我們現在政府官員 從上到下 要如此的護航 那我想剛剛聽到這位 年輕媽媽的心聲 其實也代表著我的心聲 其實我們這個蔡政府在8月28號 公告 明年1月1號開始要開放這個 還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進口之後 其實造成各界很多的恐慌 那也有很多的疑慮 那也才有今天這一場公聽會 那我想其實在我們一般的立法委員 或者是專業的這些專家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衛福部的官員 大家可能很難體會 一個年輕父母的心聲 因為其實對我們來講的話 其實小孩子他是沒有辨識能力的 對他們來講 吃是一個我們基本的這個普世價值 對如果說連食安 都沒有辦法去照顧的話 其實對於我們來講是非常有疑慮 我們郵寄2016年 當時這個民進黨在提名不分區的時候 第一個 這個排首位的就是這個食安專家 吳坤裕吳委員 那也代表說其實民眾 不管說你FTA 還是說台美經濟 其實對民眾來講 一般的基層老百姓來講 最重要的還是食品安全 因此我們民眾黨 民眾黨團具體提出兩個訴求 就是第一沒食安不要來 基於糧食安全與國民的健康 在國內外各項科學證據 仍具有高度爭議的情況下 國內檢測機制未有強化的情況 政府不應該貿然開放進口 那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們認為說 有一些高風險的族群不要來 我們民眾黨團未雨綢繆 本黨將推動相關的修法 確保高敏感族群與機構 譬如說高中以下各級學校 坐月子中心安養中心 等等 不得使用萊豬和美牛 那我們也針對這個政府宣布 開放萊克多巴胺豬肉的進口 對國人健康的影響與危害 這個部分我們也做出以下五點說明 根據歐盟食品安全管理局 也就是動物飼料用產品 或物質添加劑小組 日前針對萊克多巴胺 所做的科學評估報告指出 現有的人體實驗的數據 不可以作為這個計算ADI 也就是每日容許 攝取量的基礎 也無法就此定出最大殘留容許量 萊克多巴胺對人體的明顯存在 不確定的風險 我想這個是大家現在最擔心的疑慮 那也有多 第二點就是有多位專家指出 萊克多巴胺會活化交感神經 也可能會引發心肌心率不整 心肌缺血等副作用 也會罹患慢性病心血管疾病者 代謝慢的也將導致 半衰期的增加 容易延長毒素暴露的時間 像是患有心臟病高血壓 腦中風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應該盡量避免使用 像孕婦孩童年長者的敏感族群 也不宜使用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台灣我們的這個洗腎率 是高居這個世界的前幾名 其實跟我們平常的飲食習慣 還有攝取的添加物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知道添加物對人體的影響 它常常可能不是現在就看得到 它可能是10年20年的累積下 對身體的破壞 所以這個是我們提出的疑慮 那再來也有學者指出 瘦肉精造成自閉症的兒童 且加州已有集體訴訟的案例 在動物實驗中 萊克多巴胺的毒性高於 甲基安非他命 影響失覺失調和躁鬱症 第四 政府雖然強調 進口美豬美牛 將遵照國際食品法的委員會 Codex訂出瘦肉精殘留的標準 然後Codex評估報告 未針對孩童老人吸血管疾病患者 特別做出這個評估相關的風險報告 更沒有長期影響人體健康的科學數據 這點是我們大家感到非常憂心的部分 也就是大家為什麼反應這麼大 第五 衛福部等相關單位 因針對相關高風險的族群 進行流行病學的調查 與健康風險的完整的研究報告 並且以預警的原則定立保護政策 而在未進行完整風險評估前 因採有 因採有害推定的原則 因此本席也分別提出了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2條修正草案 老人福利法第20條及第34條修正草案 以及身心障礙者 這個2019年 這個2019年 都講過我就把它跳過去 那事實上我們做風險評估的目的 事實上是要針對一般的族群 還有高鋪路的族群 那一般的族群裡面要分不同的年齡層跟性別 所以剛剛大家很關心 零到三歲的族群 我們已經在我們的評估報告裡面的 高鋪路族群是坐月子的婦女 那也在我們這個評估報告裡面 已經評估了 那我們四個步驟裡面 我們先要做危害鑑定 所以我們去review了 這個世界各國做這個對Recto Amin 它的一個危害的一個鑑定 那在動物裡面 它事實上是可以很快的 精油尿液或排泄物代謝 在人體的血液裡面的半衰期大概四個小時 那這個是JACVA評估的人類心臟功能 詳細的部分我就不再跟各位說明 剛剛前面幾位讀旅學都已經講過了 那日本它在評估之後 它也是根據各種遺傳的毒性 還有慢性毒性跟致癌性的合併試驗 它判定Rectobamine它不具有遺傳的毒性跟致癌性 那判定它一個化學物質有沒有致癌性 在我們定MR也是一個很重要考量的標準 那歐盟也指出來 它的在豬牛跟壽氏還有人類的代謝 其實是非常類似的 那這裡面我要提出來 特別提出來跟大家做報告就是 有一些醫師或者是其他人員提出來說 在子宮肌瘤的部分 尤其是頻發肌瘤的產生的部分 它是不是有致癌性的風險 那事實上我們在毒理學上的試驗 我們會先做invivo的試驗 也就是體外的試驗 我們可能用細胞來做試驗 接下來我們會做invivo的試驗 是動物暴露的試驗 然後再做長期的動物試驗 那這個是JACFA的評估 JACFA評估裡面 它的concoding裡面就說了很清楚 就是在體外的試驗 確實是一個弱的自突變性的物質 但是在invivo的實驗裡面 它其實是沒有自突變性 或沒有致癌性 那到長期的動物實驗裡面也沒有看到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Rectobamine 它基本上不去評估 基因induced tumor 基因毒性所induced tumor 那歐盟的評估 這個FIDEP panel 它的評估裡面也是一樣 它評估說Rectobamine not mutagenic and is unlikely to present a carcinogenic risk to consumer 也就是說它整體的評估之後 它其實是沒有致癌性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危害禁定期下 我們只做非致癌的一個評估 那接下來危害特徵的描述 ADI值的訂定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中華民國在訂ADI 做一個microgram per kg body weight per day 有幾個重要的考量 第一個 我們希望用動物實驗 長期重複動物實驗 所以我們用的是一年的 一年的這樣子的猴子的一個試驗 猴子跟人的生理生化功能最接近 第二個是在safety factor 也就是我們用100 10×10 主要這裡面考慮到的是什麼 從動物到人體的差異 人體個體間的差異 這裡面人體個體間的差異 包含了我們說 因為主要這個Rectobamine代謝 是精油葡萄糖全酸 它結合代謝 所以在這個沒有成熟的 嬰幼兒的安全劑量我們考量了 在大於18個月的兒童跟青少年 還有肝腎功能不良 還有乙型受體株 它基因多性性 這些考量進去 在此十倍的安全係數 所以都已經把它考量進來了 並不是沒有考量 另外把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再去跟其他的結果去比較之後 像加拿大的這個心臟衰竭病人的結果 我們還是比它低 所以就採用這樣子的一個ADI值來做評估 那這個ADI值事實上也在2012年就定定了 那鋪入情境的部分 為了保守起見 我們採取全部的食用的豬肉 還有牛肉全部都是進口的 那另外也考慮到 因為Rectobamine它的穩定性 熱穩定性很高 所以在烹調過程中 它不會有分解的一個現象 那另外我們為了要評估這個高鋪路的族群 我們看考一般飲食的建議 採最保守的 它每天在坐月子期間 每天會吃一副豬腎跟一副豬肝 那這樣子來進行評估 而且我們用Montical simulation 來評估它95%的一個上見值 那這是公司 那這個是評估出來的結果 這個是用JACFA跟日本的MRI 評估出來的結果 我們確實可以看到 即使最高鋪路族群是坐月子的婦女 他在有每天使用一副豬腎 跟這個360克的豬肝起下 他還是在ADI的範圍之內 風險還是在可以接受的 那這個是衛福部公佈標準之後 我們使用衛福部新的標準去計算之後 這個它的一個這個附入劑量降到ADI的59.4% 所以這個代表就是說公佈這個標準之後 事實上有考慮到國人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評估出來它還是低於ADI 那我們最後做風險特徵的描述 那風險特徵的描述 事實上我們就是要去算 這個它的一個危害指標 大家可以看到 算出來危害指標最高的 還是在坐月子的婦女 但是它也只有我們1的這個59.4% 所以這樣子的風險 基本上它還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總結來看 事實上高附入族群在整個健康風險評估裡面 還有我們林道鄉這裡的小朋友 在所有健康風險評估裡面 事實上都小於ADI 那我也要這樣子來說明 前面有幾位提到有生殖危害的問題 那我要告訴大家 JAKVA跟歐盟都有評估過生殖危害 它的NOEL值是15mg per kg per day 也就是說 在動物要到15mg per kg per day 它才會有生殖 它的這個生殖危害不會發生 那如果我們把它用到人類 大概在150mg per kg per day 遠遠小於現在的ADI值 那我就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